台中威达也在这场 跟中华培训队的 对抗赛当中呢 结束了这次 包米花夏季棒球联盟的 所有的赛事 也用一场漂亮的一个胜仗呢 来画下一个 蛮完美的一个据点 那这段时间 台中威达也辛苦了 那这场比赛其实也 再次的证明呢 其实他们实力方面 确实是蛮不错的 那假意识热 尤其在明天的 这个总检讨会结束之后呢 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再经过一番 这个加强的一个练习 相信未来 遭遇到任何的对手 他的对手绝对都不敢 掉以轻心的 那黄宗龙 今天后援的表现 相当的出色 拿到了一场后援胜 那曾玉杰 今天呢也在攻击方面呢 有关键的一级 打下了胜利打点 那最后的比数就是7比2 也让中华培训队 在两场对抗赛当中呢 是形成了一胜一败 那明天第三场对抗赛呢 继续在周期帮球场 将在中午的两点钟 有中华培训队呢 出战目前排名第四的 起立珊瑚 也欢迎您能够到场 或者是锁定我们的转播了 这场比赛的转播 要在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钟教练 谢谢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继续为您服务了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